他還是有他的缺點在 因為他太大台了 你再不彎就沒機會彎了大哥 不去啦 哈囉 這台的話可以洗車嗎 進得去嗎 我要發函給高雄市政府 媽的鴿子可不可以花大一點 歡迎來到中古車子多少 那我是阿龔 這台海力是 又是海力是 又是海力是 上次有一台了嘛 對啊上次那個爆改 這台沒有 而且這台紅色的 其實不難看啦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紅色 現在大家太想看 漸層是蠻好看的 你要買嗎 這麼大台我要停啦 我回去幫你跟點營講 我連車位都買不起了 然後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拍這台 大致上先在跟觀眾講一下 因為上一台我們已經介紹過 他是同樣的嘛 我們主要還是在跟大家講一下 這台是2021年的 今天我們的主題比較不一樣 怎樣 現在這台車蠻多人取向就是可能 做生意當老闆 他們會選擇這台車來當他們的 身材工具 或是露營 現在露營蠻夯的 當然是他還是有他的缺點在 因為他太大台了 城野大台 半野大台 大這個東西對他來說是好也是壞 其實我覺得想這麼大 平常停車都要怎麼停 路邊停車 你有時候前後距離 抓得太剛好 我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停進去 路邊停車 可是這台車長度那麼長 跟三噸半幾乎差不多了 真的假的 真的耶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幹嘛 今天要來實測 我們日常生活中如果開這台 到底會不會造成我們的不方便 我們就實測給觀眾看 OK 今天想這個企劃的人他沒出來啊 他搞死我啊 想了一堆奇奇怪怪的地方 然後結果他不出來 我壓力三大 這個回去 我有一個閃失 會飛起來 沒關係 我們就停了 他停不進去我就直接自原地放棄 我們就放棄真的 不用勉強 我說好我不開了 這樣子 上路再慢慢講 如果家中有車要賣 趕緊加我們官方LINE 高價收購你的愛車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個得賴樹嘛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 到底可不可以開進去得賴樹 會緊張嗎 我會啊 那你之前不是開大車的 你有看過哪一台大車開去得賴樹過 因為那間得賴樹 是我們問過很多人 都覺得車道比較窄的 賀明昭彰 所以我們不確定這台車進去是 合不合適 我們就試試看 你看 這個很不人道的設計啊 然後後面還一堆車啊 慢一下慢一下 慢一下 然後 然後 你再不彎就沒機會彎了大哥 沒有 進去啊 看一下環景 環景過了 好 第一關 安全過了 你要吃啥 環景不錯耶 我當然知道環景不錯啊 哇 左邊左邊 我有在看 左邊左邊 左邊很一敗耶 等一下問他 有沒有看過這麼大的車進來 要去 你有看過像這麼大的車進來過嗎 嗯 有 有 所以也進了啦 不會卡到就對了 好 喔 剛才他也是不稀奇耶 對啊 可是就是你角度要抓大一點 因為你看圖 你看右前方空間還很多喔 那你左後就要小心一點 可是正常人就會感覺 喔前面你看不到距離 對啦 所以這個麥當勞是過的 喔 對 那我們下個要挑戰的是什麼 待會兒就知道了 待會兒就知道了 OK 我吃個冰壓壓鏡 好好好 這個盲區真的太多了 你之前開大車的時候是 這邊還有鏡子 你的門上方也有一個鏡子 喔 你有死角沒錯 可是它會多了很多輔助的東西 去幫你看到 你可能邊邊角角細微 甚至你右前車頭那個轉角那邊 你也看得到 那也看得到 因為鏡子的關係 喔 我們要幹嘛 洗車 蛤 洗車 洗車 這車可以進交友站嗎 我原本也在抱著懷疑的心 但是 剛剛看到有一台在排隊 它是Ranger 喔 所以我更加肯定我進得去 如果它可以騎的話 我們就可以騎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代表說這一台車是可以騎的 喔 對 那我們就不用實際再騎 對 那感謝那位車主幫我們解開這個疑惑 它可以騎的 下一個就還有提到像 停車嘛 對啊 路邊停車 路邊停車 那種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是不是也很難停 欸 我沒有停過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停看看 試試看 試看看 不想破壞這美地的話 高雄的夏天來了 高雄的夏天 喔 它等一下一定會晒髒 我們現在加碼 加碼 我們看到一個 又更小的一個停車場洗車的 現在這個看起來比較老舊 蠻窄的耶 我們先問店員啦 好 那他就說不行啊 我們就只能這樣 通常這種車 感覺 不太會有什麼人去 那個加油站洗吧 為什麼 看很多縫隙 你這樣會洗不乾淨 或是你去自助然後 花好幾個小時這樣 有可能或是直接送洗 喔 哈囉 這台的話可以洗車嘛 進得去嗎 有點困難喔 不然我們自己最了解 如果可以在哪裡 應該是不會在哪裡 應該是不會在哪裡 不要冒險 不要冒險 我才洗五十塊 我才洗五十塊 他洗壞了喔 我們 你會說到自己陪你 OK 謝謝 謝謝 你看前面這個角度其實蠻窄的 所以 我們要修正一下我們有說法 可以洗 但是 不是每一間都可以洗 對啦要問一下 對 像剛剛那間如果 住高雄的話 你們可以去那個 自由路上的中友 自由黃昏市場旁邊 他那一間是兩個洗車道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找一下那個什麼 路邊停車 路邊停車 因為我覺得這台車有環境 路邊停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 嘿嘿 你有環境 你剛剛那個黑黑是怎樣 你有環境沒錯啊 可是 他格子 他媽的就這麼小 沒關係我們看我們能力範圍 我們待會就找到一個格子 就試著停看看 我能力不足 OK我們現在路邊停車 找到一個格子了 你不覺得我今天就一個很無省的 一直在拍這部片嗎 你的臉 下一個又要搞我什麼 感覺這個角度要抓大一點 考驗一下你的駕照 駕照也是 前面 前面感覺過了啊 可是後面不會過 再給我一次機會 等我一下喔 前面空間蠻多的耶 你可以往前 往右前鑽了 嘟嘟嘟嘟嘟 一敗一敗 誰想的 這格子誰畫的 嘿嘿嘿嘿嘿嘿 欸我覺得可以耶 來回個幾次就可以進去了 我要發函給高雄市政府 我媽的格子可不可以畫大一點啊 你媽的 一點都不貼心 欸可以耶 可以啊你停去了嗎 停去了 喔 左邊有出去嗎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出去喔 而且我剛為了救他我摔倒 蛤 因為他真的超接近 我說欸 我就滑下去 蛤真的假的 你沒怎樣嗎 沒事沒事 因為你剛才真的超接近 成功 很驚險的 很驚險 好好好 所以你說你剛站這裡這樣錄 然後踩到這個 這個是被你踩壞的嗎 這個本來就壞了 你就這樣摔下去 然後這邊直接凹下去 這個是你造成的 OKOK 他是還有距離的耶 對啊 所以我剛 可是他就不能停那種 就是前後貼緊的 你知道那個嗎 懂你意思 因為他會痛出一個空間出來 應該說他有這樣留這個預留空間 如果他都沒有留 進不來 剛剛他是說什麼快要到了 一拜 就是那麼一點點 剛剛很接近的時候 他那個 後面這個好像沒有叫 沒有叫啊 為什麼 這我就不知道了 還是他剛剛沒對到 可能沒對到 沒關係至少 他是可以停路邊停車的 對可以啦 但是你要找的距離 是要嘛就是前面沒有車位 後面也沒有車位 或是多預留這個空間 你如果說好今天是 那種連在一起的車格 你找了一個前後 現在都沒停車的 你停進去 等你回來 前後車子停滿 你也出不去了 哦 你沒有前後退的空間啊 還是就是乖乖停停車場啊 對 花點 我們就多花一點幾十塊 好啦 那我們還要去哪裡 等一下剩最後一關 就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他們 我記得有些設計的也是蠻窄的 很窄 我們待會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好走 下一站 幸福 蛤 我怎麼覺得今天一點都不幸福 我覺得是辛苦 我們現在要來高雄巨蛋的 地下停車場 欸這裡蠻大的啊 這裡是可以 可是你到了進去之後 就不知道會不會 加上他停車格的設計 會不會不夠大 欸他有限高耶 應該夠吧 限高多少 195 等一下 這台車 18 15 應該可以吧 欸可以耶 我現在感覺上面那個什麼 煞車器都會碰到 我覺得我怎麼有高鞋的感覺 那我們角度抓大一點 喔 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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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就要抓得很一敗啊 喔 喔 右邊OK啊 右邊OK 所以下來巨蛋我覺得是 還OK耶 還OK啊 不用擔心說 只是他那個你會覺得 喔 頭頂八兩 就是你真的離天的話把很近 很近 所以你如果 車頂是有在加裝什麼東西的 有些人如果是工作上的話 他會多增加類似那種什麼 阿魯米的啊 喔 你在那個貨車的最前頭那邊 所以其實那個可能你就 那個中的可能就沒辦法了 對 因為他這個高度已經滿極限了 但是他這個高度有一個缺點是 好 我們先如果 一個晃動 喔 震動比較大的幅度 所以真的只能慢慢開 真的只能慢慢開 給自己一個掌聲 我們挺過來了 我們挺過來了 欸這個真的 剛剛真的壓力很大欸 現在看下來上面真的是一拜 剩那一點點的空間 但是實際還是停下來 但還是呼籲 每個百貨公司停車場的高度 不一樣 他的寬度也不一樣 巨蛋算是比較人性化的設計 比較還OK啦 比較還OK 所以要下去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限高 再自己評估一下 他的寬度會不會OK 如果我覺得不行 那就別了 不要跟錢過不去 對 不要跟保險過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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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室停車 成功 OK 然後我們等一下後面 出停車場再去路上 跟大家講解一下這台車 我們剛都幫各位大致測試一下 我們平常生活上會面臨到的小問題 那我們來聊聊一下車子跟車主 OK 之前有平成有拍過一台也是海力士 那我們這台年份是多少 21年的 他才跑9700 算1萬好了 收購行情大概在115左右 他這台其實 你說平常車子上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提看看的是 他可以自己切換四輪傳動跟兩輪驅動 他有一個高速四船跟低速四船 高速四船你可以在跑殺的時候用 低速四船你可以用在上下坡 下坡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有感一點 你今天切換到四輪傳動 你可以做這個切換 他還有一個功能是陡坡緩降 對其實這也是輔助你在上下坡的時候 他可以去控制你的速度 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那時候跟車主在聊天的時候 他其實對這台車他說缺點就是真的比較大 可是缺點他說比較大 那他當初幹嘛買這台車 因為他蠻喜歡開大台的車 但是他說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因為要在家人去出門 但是他住台南 他說如果在家人出去去市區比較多 他住在上的話 上的話他地比較大 上的話開這個還OK吧 開這個還OK啊 只是你說他跑到台南市區 就比較勉強 對因為台南市區車多 而且台南市區停車也蠻難聽的 對但是他說其實他家裡基本上 以車庫來說放得下這一台 一真正會讓他要換的原因是 長輩上下車不方便了 我剛剛發現我要上來就是 要多出一點力 你這個輕壯年 不是我就說體驗嘛 跟一般SUV比 他上車上下車真的是比較麻煩 因為他這邊可以把手抓嘛 對我們可能都需要靠這個支撐一下 可能扶一下 對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是長輩 可能六七十歲七八十歲 對這個你要他們上車上下車 我覺得就是一個大問題 他自己是顧慮到長輩 他自己有發覺說 上下車都已經是一個問題 貼心啊 對 那他換什麼車 CX5 紅色那台 是上次那台 上次那台 他跟我們直接車換車 直接車換車 紅色換紅色 我那個時候也有問說 大哥你是不是比較喜歡紅色 我沒有啦 我其實對車型跟車色我沒有特別 但是他就覺得剛好說看到這一台 他就年份比較新 而且CX5 他本身好像自己也有開過 其實他車換車 因為他住台南嘛 我跟他接洽的時間蠻短 那他有說 他幾乎都在看我們的頻道 所以他覺得我們的車況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也算價格喬好 我們就下來 感謝支持 對感謝支持 今天聯絡明天來過戶這樣 真的假的那麼快 真的那麼快 也是蠻阿砂利的 對啊是沒錯啦 但是其實你現在網路資訊蠻明確的 所以很多車主他會在第一時間衝 網路上去看這台車的資訊 那因為他又是長期創我們的 公司觀眾 沒錯 有一定的信任度在 嗯 原本當初還是有稍微卡在價格的部分 車主原本是希望說能不能再高一點 但是也有去跟車主稍微講一下 最後這台車我們還是用有貼錢給客人 就是我們跟他換 那這台收購價比我們賣的那台價格還高 但是還是順利的促成這一筆交易 那我們這台收購價 115萬 115 115萬 欸那就是行情的差不多115萬 差不多 其實那時候坦的很倉俗 因為那天我也在拍片 搞死我的一個概念 說殺來就殺來 對說殺來就殺來 那至於這台車 我們自己剛剛體驗過 遇到一些停車格的什麼狀況 真的得先看一下 確認一下 欸我剛剛突然想到 我覺得這台車隔音也不錯 它隔音不錯啊 因為剛剛我們在測試 停車的時候 其實那攝影師後面也在叫我們 我們沒聽到 可是我完全沒聽到聲音 我完全沒聽到 然後他就這樣摔一切了 以往人家不是都說 Toyota的車隔音不好嗎 但我覺得這台車真的 這台車隔音真的不錯 很像歐西車的隔音 嗯 而且它 畢竟它是越野車系 其實在上坡的時候 那個很爽 我油門輕輕踩一下就好 因為它柴油車啊 它扭力就很足啊 但是這種車我覺得真的要 殘開啊 畢竟是柴油車 雖然它有那個 它會過濾 但是柴油車畢竟 你還是要殘開 去把它那些裡面 髒東西代謝掉 你說雞碳喔 雞碳喔 不然柴油其實蠻髒的 好那我像我們剛剛說 這台收購價是115萬 那後續的開架呢 我們再擺在這邊 那我們今天這支海力士的影片 就先介紹到這裡 那有喜歡我們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想知道最新及時 我們收購進來的新車資訊 都可以幫我們關注一下FB跟IG 那如果你想知道 你自己車子的收購價格 或是這台車的開架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官方LINE 我們都會有專人去跟你說回覆 沒錯 對 動動你的小手指 那我們就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小鈴鐺 我們大家先跟進去 這個小鈴鐺 那把原本